心智要足够的强大才有办法站在这里 台湾的女儿林日婷甩开性别争议 在巴黎奥运勇闯金牌战拿下奖牌 但回顾今年巴黎奥运遭国际拳击总会 和作家JK罗林等人 攻击诋毁性别身份的日子 再次感谢所有支持她的人 当时在巴黎遇到了这么多的事情 有这么多 就是你知道说台湾有这么多人 然后身后有这么多人愿意支持我 那其实也是一直坚持到底的原因 用成绩向外界证明自己的实力 坚持自己的梦想一路走到今天 4号下午以反巴黎大使的身份 出席记者会 从教育部长郑英药手中 接下公益大使聘书 巴黎的事件无处不在 不仅是在校园 不仅是在职场各行各业 不仅是在 也许在家庭当中也都会出现 接下这个大使的身份 可以藉由自己的亲身体体悟 然后让大家 让世人所知道说 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不畏流言一举摘精 站在世界舞台发光发热 更成为全民英雄 如今担任反巴黎大使 希望以亲身经历为借禁 减少社会上的霸凌事件 云新闻 李冠洪国凯 泰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作词 作曲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